一名身穿背心的男子走进宫庙 不是要拜拜 而是爬上神明桌 时不时注意外面有没有人 却认四下无人再跨出一大步 手伸到最长不够 竟然还把神明的头当辅助 身体一瞪 整个人站到最高 硬把金牌从神像上拔下来 得手后另一尊神明的金牌也不放过 一样扯下偷走 实在有够大胆 事发在新北市板桥 去年12月 宫庙人员发现神明金牌被偷 警方获报循现追查 锁定证明邓信男子设有重嫌 并且对他发布窃盗通气 从监视器影像 发现他经常出没在桃园中立的电子游戏场 警方见实际成熟 25号越区抓人 邓信男子不断装傻 以为自己去年犯下的案子 没人知道 嫌犯不断反抗 还造成两名园警手部擦挫伤 警方立刻用辣椒水压制 警方大声喝斥 靠上手铐 还在他的身上 查扣赞款 四万两千元 金戒指两枚 人将拒过他才束手就擒 根据警方了解邓信男子 因缺钱花用 专门锁定公庙行窃 偷遍西半部各县市公庙 足迹最远偷到台南 但举头三尺有神明 连神明的东西也敢偷 冥冥之中注定贼心该拜 明的水连续蔡陈翰 新北市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